电影不吐不快,解说服不来 我是你们的小宝贝,阿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长大的故事 这天晚上,村里的一个老阿嬷 跑到庙内的石像面前抱怨 说自己好久没爱爱了 快赐给我一个男人 结果石像上掉下了一根擎天柱 擎天柱召唤了一堆白烟 和一大波用抹布遮住下体的男人 对他开始了千人掌 这件事传到了村里 但没人知道这擎天柱要怎么用 接着擎天柱就自己飞到了街上 被一个女人捡到 这时又出现了千人掌画面 这些男人扯下了最后的遮羞布 化身泰迪见人旧日 连老母鸡和山羊都不放过 村长觉得很可怕 就让道使白老头把擎天柱处理掉 白老头把他放到药酒里 埋在之前的石像附近 就这样一直过了很久 这个村子的阴气越来越重 没有一点阳刚之气 所以女人掌控了整个村子 男人沦为被调戏的对象 这里面就有一个叫小夫的男人 小夫是一个到处卖年糕的威商 某天晚上路过一户人家 结果被里面一个女人 强行拖住澡堂里吸水 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次 而这个女人就是老阿嬷 老阿嬷嫌弃她下面像牙签 各种嘲讽 很快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小夫很自卑 很羡慕自己大哥大强的下体 因为大强下面又大又强 村里的女人都很崇拜他 但其实小夫变成这样 全是大强害的 之前兄弟俩一起卖年糕的时候 小夫裤裆着火 大强情急之下找不到水 就用自己的大力金刚腿去灭火 结果把小夫的下体踹成了八级商店 某天村里来了个女人小月 听说是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 而且脑子有点滞胀 但因为长得漂亮 所以村里一些金虫上脑的半吊子 就会去偷窥她洗澡 大家就开始鸳鸯戏水 玩得很开心 因为小月太招人喜欢 村里几个女人嫉妒死了 就欺负她 这时候大强英雄救美 把她带回家 准备娶她当老婆 可小夫很不爽 因为自己很讨厌吃狗粮 然后就遇到了之前的白老头 白老头告诉她 石像附近土里埋了一瓶药酒 喝了它 你就能变强变壮变大条 但只能喝一口 否则会给村里带来灾难的 小夫很听话 真的只喝了一口 一口全部喝光了 醒来后 她发现全国陷入了战争 大强代替小夫上了战场 自己只能和嫂子小月一起生活 想想就很刺激 而且小夫发现自己下体 似乎变强了 以前方便的时候是水枪 现在方便的时候是喷泉 而且还能灭火 甚至灭太阳 不久 村里的女人都知道了小夫的能力 居然有这么长这么宽 一个个饥渴的要死 见到她连衣服都不会穿了 最后在酒店女老板阿春的诱惑下 小夫破了弓 和她大战了一次又一次 村里其他女人知道后很羡慕 连夜排队姚浩和小夫肉体碰撞 结果小夫的英勇事迹 惊动了国家外交部部长 部长派兵抓她过来 然后告诉她 最近一些老外总爱抢我们的泡菜 欺负我们 所以叫你来 是为了让你和老外比赛 看谁的老二挂的铁球多 谁就赢 赢了就让你割大强回家 然后小夫很轻松就赢了 让部长好开心 但可惜大强在战场上战死了 让小夫伤心的要命 一个人关在屋里不吃不喝 这时候小夫发现 小月身体早热 痛苦难耐 医生告诉她 是因为小月心理寂寞难耐 产生的恨意才会这样 需要赶紧让身体降温 不然很容易就会挂的 但最近正好赶上旱灾 根本没有水 所以只能用一个办法 交配 大强刚死不久 就要和嫂子被迫交配 小夫内心饱受煎熬 但救人要紧 结果还真有效 小月马上就恢复了 还认小夫为自己老公 接着村子因为连续干旱 死的死逃的逃 白老头发现 是因为小夫把药酒全喝光了 才导致的灾难 于是打算把她抓起来 祭奠给母熊交配求雨 另一边 小夫发现大强回来了 碰巧小月在这个时候 被查出怀孕 而且病又发作了 需要降温 否则一失两命 小夫觉得自己很愧疚 不能再对不起大强了 但其实大强在出生前 就已经把小月让给小夫了 所以他一直是你老婆 不是嫂子啊 接着小夫就被村长 抓去喂了母熊 大家都以为小夫死了 但其实他在和母熊交配 并且交配后 成功求到了雨 然后独自离开村子 消失了 第二天 大家为小夫举办葬礼 没多久 村里和小夫爱爱过的女人 都怀孕生子了 而且他们都继承了小夫的优点 看完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也非常羡慕 小夫的能力呢 想不想 也让性感的美女们排着队找你呢 晚上早点洗几睡哈 风里雨里 哈剑等你